英国外向卡麦隆出访印太来到澳洲 21号先是会晤外长黄英贤 并与澳洲总理爱班尼斯见面 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专访时 卡麦隆谈及中共升高台海紧张局势的议题 表示若台湾周边遭到封锁 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效应 卡麦隆也指出澳英美缔结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渴望在印太区域对中共野心构成关键贺阻力 22号卡麦隆则出席 英澳外交级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 双方也签署一项新的国防和安全合作协议 允许两国部队能够在危急时刻互相协商 共同应对国家威胁 新唐也在电视持千里唐结案 整理报道